大家好,歡迎收看《未顧米之地》,潘Sir 聽聞你最近說什麼就中什麼 這陣子很厲害 我的估計反而是從高位開始回到內地 等著串位,不如這集你做吧 你說什麼號碼? 各隻Longcore 撿到兩倍多 哪一隻? 台積電 為什麼無緣無故講台積電? 這個系統可以掃到 新系統可以掃到 先出一幅圖 先看台積電 先講時 台積電 大家知道台積電是在晶片 台灣的晶片技術是全世界第一 大家都明白為什麼晶片有機會去台灣 對 現在台積電是美國邀請他開廠 日本邀請他開廠 他對手已經很順暈 他對手已經很順暈 說我不跟你鬥 我買回你的晶片來代工 不能鬥,永遠鬥不贏 Intel 都說不自己做 不鬥,我買回你的代工 你鬥不贏,好像不同層次 如果大家有留意一些台灣的財經網站 其實這幾天開始是不斷去煲台積電 這件事我都需要 有時我們會見到 你要的股票真的大升特升 你是不可能很靜靜地這樣做 正如之前的科技股升得很重要的 當然你說厲害一點的 就是早期一些 可以已經講的股票 譬如Tesla之前很厲害 早期一些去講的股票 但到中後期的時候 反而是市場上面 或是網站傳媒 是越來越多的 Tesla 當然我覺得 這件事很重要的 這件事會令到股票的推升 但其實更加重要的是什麼 其實找一些股票出來 都好 你待會知道Tesla 你又要策略對 但是台積電其實我覺得有機會在前面 即是我上了車 正在延估中 正在延估中 很重要的是 那沒有啦 你這裏升了上來 你都在賺錢 你是不是繼續開著 繼續開著 是 我相信這隻是未有在這裡訂 但過程是怎樣 我們就要看看 但這隻真的是很厲害 你這樣提一提 我都先看著 很厲害 因為之前 當然在南海之前 應該在中美關係 極度急速惡化之前 其實台積電 我不是說差 不過你看看這裏 其實是沒有什麼特別的 然後急速惡化 就令到它催生了上來 升了上來 按照這樣局勢去看 其實真的有個衝勁在這裏 現在衝了上來 我只能 現在 一向我都是有近的止雪位才做的 看看有沒有機會 例如 我回回一點點 再咬上去 不一定在這裏回 可能是上去 總之回回一點點 再上去的時候 有一個近的止雪位的時候 我就會考慮上車 現在止雪位遠就不搏 那就等止雪位近 其實我想說多一點 現在看回形勢 我想說日子 在這裏面 是有一大部份 不是全部 有一大部份 股票是那天之後 走勢明顯轉差 亦都是同時間 都是那一兩天 有很多之前 不是升得那麼好的 非科技股股 即是應該拿Tesla出來看 7月2號 Tesla算厲害 有幾隻科技股都算厲害 不是每隻都會 我想不到7月2號有什麼特別 7月2號就是 有些股票 是很明顯分水靈 譬如有很多中資的科技股 7月2號打後轉入 但是譬如有些股票 例如MSCI 即是舊經濟股 譬如我們上個星期提過的一隻 叫做SAM Sam 那隻叫波士 即是7月2號 我看過我的Sopify 7月2號是為什麼 7月2號這裏頂 如果你看拼多多 很明顯 你看Billy也很明顯 即是7月2號 一高開之後 就徹底轉差 7月2號 接著就7月6號 就回了 接著 所以現在 我去分析股票 我就畫一條直市 在7月2號 那位 我就會看看 就是7月2號 打後這隻股票又如何 即是你的科技股 都不是每隻都看差 有一些其實你說 你看到企穩的時候 即是北菲大學的說話 潮退 我就知道哪個沒有穿泳褲 即是 如果現在這樣看 你講的那隻SAM 又升上去 很厲害 又是7月2號前 橫行 我們上個星期都說 但是沒有近的指示位 我指示位 看到 但是有朋友賣了 我知道有朋友賣了 厲害 但是我們自己沒有賣 說而已沒有賣 沒有近的指示位 但是 做啤酒為何會爆升 對 那時就說 為何會爆升 這個系統數很出現 為何會爆升 哇 買了肥仔 上個星期說六百多元 現在八百多元 你真是很厲害 沒有停 所以現在有些股票 現在答我 我都是指示位很遠 所以 我當看不到算 但是有股票會升 但是很明顯地 我們要看一看 就是資金流開始變了 你說整體的市場 當然看到升的繼續有 其實你比較港股方面 美股和港股方面 其實你不用說 其實美股那些 都還是OK的 反而港股 可能真的 大家都自己擔心 錢會放在香港 所以外資都不會這樣想 所以港股是差一點的 但是美股那些科技股 當然是上個星期五 曾經都跌過下去 不過很多 你落一落 然後就V型反彈上去 所以整體上 那些個股 還不是很差 不過都要留意著 其實可能科技股 這兩三個禮拜 其實是大家業績期 之前升了這麼多 當然會不會趁這段時間 大家可能回一回 都怕業績 所以有效果 這個禮拜 都是一個主要的業績期 如果說科技股的話 有什麼焦點業績 我們要留意 科技股的話 F5 Levels 星期一 我記得明天是Visa Visa 輝瑞 大概 那些與我們無關 AMD 星期二 AMD 星期二 AMD 星期二 還有台積電爆上來 台積電聲音不夠 AMD 星期二 Descom 我有 DXCM 我有 都是星期二 然後 星期三 Facebook PayPal 那星期三 高通 高通都沒有關係 然後 星期四 Apple Amazon Google 其實這個禮拜 都很關鍵 三個 Nasdaq 有五個大 五個公司 星期四 蘋果 阿瑪信 和Google 都是Nasdaq 五大公司之一 所以星期四 Nasdaq 可以記錯 所以星期四 都很關鍵 應該是這個禮拜 是關鍵 這個禮拜 其實 你再看 局勢 應該會更清楚 這個禮拜 其實我覺得 不太公主 雖然 TSF 會繼續看著 但是 這個時候 好像有少少 你看到 香港這樣下來 美股 科技股 也不算特別強 我想 這個禮拜 是大家 先休息一休息 當然 我會繼續看著 一些位置做事 我現在 仍然是看著 過股六月尾的低位做事 跌穿六月尾的低位 我會先減半 當然 如果是 拿了很久 贏了很多 那些會減半 但你說 如果近期買 本身說 近期買那些 六月尾的低位就會走 就是這樣 有沒有補充 大致上 就是這樣 很明顯看到 你是7月2日 我用六月尾的差一點 但那天是轉捏點 但其實 你要看到 真正上升的 股票板塊 數目小了 都有少少板塊 可以的 例如有些叫 潔激能源 新能源 低碳的ETF 那些會升 例如 有一些叫 Home Builder 一些在美國 起樓的發展商 那些股 最近升得挺漂亮的 有兩隻 都是關於賣起樓的 即它不是發展商 就是賣一些 Home Builder 的工具 有一隻HD Home Depot 都做得可以的 但那隻LOW Low 那隻走勢更加漂亮 那些就叫做 這一刻 不過這一刻 可能是最近 去回舊經濟的時候 就好一點 是啊 就是7月2日 你看到有一些股票 但是老實說 整體是少的 有很多 整體又不算特別 漂亮 不是特別強 所以 可能只是這一陣 去好一點 我未至於覺得 是不是要轉些錢 因為我 我覺得 未來大趨勢 都是走科技那方面 是 一定是 可能 有時候 這陣子可能弱點 那現在我先守住 我就不需要特地轉過去 玩回舊經濟 變成 就會很容易 轉過頭 那些科技股 升回的時候 你就走掉了那一堆 那我寧願 是 少做少錯 現在 那 另外 有隻SE 我看到其實都有人問 那 就是SE 我持住 那是由 之前 很久之前 我忘記了什麼時候 持住 然後 6月18日 買第二住 現在 即是6月18日 大概是這些位 那 當時定過止洩位 在這裏 應該是96.6 現在 因為 市 即是 即是 我不斷調高 指賺位 如果是跌穿 6月底低位 大概是 一百元六毫六 那我就會 減 減半 當然如果你是 本身只是 這些位才買 我覺得可能 可以先走 那 那 我之前 一路坐了一住 才叫減半 只剩一住 那 那 那 上個星期五 上個星期五 最低位是 101.7 差一點 那 看著 如果跌穿的話 一百元 一百元 你當是一百元 跌穿的話 你高位買的便減 走了 那就先走了 然後 低位 如果坐兩柱 那 你便 減一半 那 這個就是我的策略 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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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歡迎回到節目時間 潘石 那 那 基本上 都是 問 這段 有些弱視 跌到六月底 要準備止蝕 其實 剛才第一次說了 剛才答了 好了 美鳳梁 TSM 止蝕位遠嗎 遠嗎 遠的 遠的 所以我接近Long Call 是嗎 接近Long Call 因為Long Call 就是那件事 你不升已經輸了 你跌多多都是輸那麼多 所以 細細住我接近Long Call 但是接近Long Call 會比較高一點 我未敢接近Long Call 最瘋的那一天 但你首先 帶前台細住 你用了槓桿 對 不要 槓桿高一點 跟著大住 這樣就大件事 細住 但是細住 所以這個叫做 如果有些位置 看到股票真的爆 可以選擇Long Call 但是 會玩先 因為Long Call 和你玩這些 你預算是 真是很小塊錢 你沒有了都沒有問題 這樣才可以去做 大家要留意 但政府方面 此事位是遠的 所以 你說 沒有貨的 即是有貨的話 我現在跟你說 55元 走 沒有意思 也不相信會下去 如果沒有貨的話 我也看著 如果再去 如果再去 你會讓它回一點 再咬上去 有個回下來的低位 作為指示位 我都會想 我都會看著 不過這一刻 就不進去 但最近 如果你看到台股 台積電 在美股晚上開始 台股今天 有些新聞都說 台積電 今天看到台股 漲超過300點 台積電 新天較 是 要計算 因為 始終美股那天升 今天台股追回 當然會升 低價 但這隻股票 我覺得真的要留意 可以留意 看看到時有沒有 勤的指示位 有傳媒說 是台灣的一些 晶片股的年代開始 不出奇 當然 如果真的有一個大趨勢 的話 不需要這一刻 即是大趨勢的話 將來你還有一段升 不需要這一刻 特意衝下去 因為你特意衝下去 萬一 錯的話 如果指示位遠 你可能會有一個很大的損傷 但如果接下來真的有一個大趨勢 你不欠在 你等一個近的指示位的時候 很安心地輸一輸 一來你坐到 因為你如果指示位遠 你稍微跌少少 你會害怕 那你 倒不如 你有一個近的指示位 再買上去的時候 這樣會坐得舒服一點 是的 好 好 ARKF ARK的快 Fintech 又是旅股神那些基金 那些ETF 其實整體是OK的 你看到旺行 你看到一些牌 上上下横行 但整體都還OK 那你跌穿30.6元 便離開 不跌穿的便可以保持住 那現在有沒有位賣 就沒有位賣 等它上去 等它上去 可能這陣子會回到一些 你再咬上去 到時有一個近的指示位 再考慮 好 接著呢 Tesla 多錢可賣 Tesla 本人持有 Tesla 算強 剛才問了7、2號 Tesla 都下去了 Tesla 都下去了 去到很後期才下 那 留意著我 都還可以的 Tesla 我自己拿著的 那 那 那個指示位 都去到 937元 是不是很遠 或者 那 現在你說 有什麼位可以買呢 就不是 那些問題來的 因為 你通常問 什麼位可以買呢 就是 我跌到什麼位就買 其實是一件很錯的事 就是 你 如果真是漂亮 又不會跌到那個位 給你買的 差那些 不就是 跌到那個位 給你買 你就 覺得自己可以 猜到那個低位 然後就上去 其實哪有可能 是 大家可以這樣做的 很多時候 那隻股票 就會跌到那個位 就可以買到 結果 就買了不好的東西 所以 就從來 我 一向都說 你股票不是跌下來買 所以不會回答 什麼跌到什麼位 可以買的問題 但是 Tesla 的話 出現業績之後 高開之後 下回來 其實 我 我 星期五 在第二個節目都說 如果出現業績之後 是開高 然後繼續上去 那我就可能會 好像 Tesla 那樣 等它回回少少 再咬上去 有個近一點點位 就加住 但是 它現在這樣下來了 我想 我自己拿著 這一刻 沒有什麼位 我先買 看定些 先買 上發有力 對 我說錄完 後來都要900多元 就沒有意思 所以 都是先拿著 現在 接著到 ARKW 為什麼 ARK那五隻都說了 其實 類似的 五幅圖 都差得太遠 尤其是 ARKW ARKQ 那些 有幾隻都會開Tesla 它之前升得很厲害 但這隻 真的跟Tesla 但是仰差不多 不過 這隻 ETF Actively Managed 就是它會轉那些成分股 如果根據市場 它會轉 有時候 覺得它都OK 走勢 給你信心 你可以拿著它 它會幫你轉 那些股份 其實都要看 呂股神是怎樣 但是OK 我看到 巴菌好像都 星期六出業績 是 南股神 對比之下 真的 很有感覺 怎樣感覺 就是 差很遠 差很遠 是的 好像有些轉變 大家 我真的覺得巴菌 接班出現問題 是不是 不過 再看 巴菌一定不是買的 即是科技的新時代 不是買的 AMD AMD 沒有指示外 很遠 AMD 就抽了上去 很遠 沒有指示外 沒有的 等等 看看 這樣嗎 我的位置去到48元 沒有意思 它人細報告超高 你又不太接近 所以這隻 不是 我最近都定52元 現在 現在 就遠了 為甚麼拒絕電 都是IV的問題 但是 沒有得做 當然 AMD 是過去那段時間 其實不算特別漂亮 是 當然 AMD 其實一定比Intel 是 AMD 是上一個業績 三個月前的業績不好 之前我都拒絕 AMD 不是剛剛出現業績 其實它最主要是台積電 的新聞 Intel 7nm的晶片 有巨大瑕疵 你又少了對手 是 這也是的 而且 AMD 現在的技術含量 比Intel 你看到Intel 是這樣的 AMD是這樣的 這些電腦廣場 都開始推銷AMD 推銷Intel 所以 真的AMD 比較好 看機會 看看有沒有機會 回一回再咬上日的指示位 現在你默默而衝 我的指示位太遠 就不攪拌了 是 即是有貨 當然要繼續拿著 是 T-Doc 我持有的Teladoc 這隻我看著184元 跌穿我就走了 是的 都可以 都可以 整體漂亮 算是可以的 是的 就是這樣 你說 如果覺得嚴遠 可能跌穿203 就選半 Intel 是否值得入場 現價感覺跌過龍傘傘 就是那些 就是那些 明明 整天都是大家 覺得跌得多 就喜歡衝進去買 其實你見到 不是整體的市場差 令到它跌得多 是現在 你跟AMD比較 Intel領先了這麼多年 比AMD過了 技術 現在你拉長 其實是 它都未有久 再重複 所以 兩者比較之下 你是覺得 他要買一隻 比較差的東西 不是那麼好 還有 真的不是跌下來買 是的 還有你說跌過龍 跌了十幾% 跌過龍 其實你是不是打算 駁幾% 就走人 那些 還有怎樣決定 是跌過龍 不是你覺得它跌得多 就叫它跌過龍 市場不是這樣想的 萬一你想錯 那怎麼辦 大家經常喜歡買一些 跌下來的股票 你看一隻 港股 你看一隻匯豐 跌了那麼久 那什麼時候跌過龍 都沒有跌過龍 那些 還在低位 不是 香港那隻翠華 那些 我完全看 都沒有看 有看 你是反面教材 1314 是不是 沒有記錯 是反面教材 又是 是的 什麼跌過龍 沒有跌過龍 市場說是 沒有跌不跌過龍 這些不值得入場 UGL UGL 是什麼 金ETF 金有極限 金ETF 好 我就想起別的東西 是人都想起 UGL 是嗎 UGL 澳洲沒有關係 是 金ETF 那你之後再Ultra 那當然會夾得瘋 這陣子金銀 都會升 是的 我們在說金ETF 是 免得被人拘捕 那 沒事的 UGL UGL 金錢 其實你繼續升 你看到是可以的 有貨就繼續保持 沒有 你用64.2 止洩 是 真的沒有留UGL 這個 Tikta Docu DocuSign 止洩位 Docu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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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沒有穿位 升了這麼多 我錄完尾 DocuSign 161 跌穿 如果 跌不遠 你怎麼都等 最多 如果跌穿 181.5 減半 但是 企穩在上 我覺得可以買 是的 是的 不要看得太淡 是的 很多時候 為什麼突然這麼淡 其實 有一些地方 都搭下來 有一些還站在運 那些我們要留意 還要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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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淡 我沒有淡 跌穿位才減 沒有跌穿位 我拿著 我親身拿著 DocuSign 這個位置 再上 我覺得是有再買的價值 是隨時有買進去 是的 不過 現在 控制著 向下風險 不要全部看得太淡 如果跌下來 真的要看淡 如果 浪得穩 對比港股方面 我這邊是樂觀很多的 是的 WST 厲害 最近說哪一隻 中哪一隻 你喔 那你說吧 這隻做什麼 做一些叫做 藥物包裝 是 有一些朋友問 疫苗股 我上次講疫苗股 很難回答 疫苗股很重要 但是 你想想 如果取疫苗股之後 有沒有一些 都是醫療相關的股票 會穩陣一些 容易一些 捕捉的 你想想 就是做一些醫療包裝 即是說 疫苗研發 有可能是失敗的 失敗 你本身的先天性 他比Mondella好錯 當然 疫苗 那次 升完出來 又跌下來 我都說 他後來又不關 又不關 肺炎不疫苗 但是他又不知 為什麼又跌下來 但是疫苗可以失敗 這些公司的本質 就是 如果他失敗 或者出得慢 的話 減都沒有 但是你可以想想 有沒有一些相關行業 可以吃到這條水 又穩陣一些 你做個瓶 做個包裝 疫苗入瓶 你就是 WSTM 做這些 其中一個龍頭公司 你一定要找他入瓶 好錯很多 好錯很多 當然 波幅沒有那麼大 但都不差 你說3月 由一百二十元 都升了一倍 我看好WST 你將來 你的疫苗入瓶 是很大量的 你做藥物包裝 當然 如果你搏的 莫德納 如果是碰到的 現價可以升很多一倍 但是 莫德納真的很難搞 莫德納真的很難搞 不過現在 周圍都已經說 有疫苗出瓶 整個東西 提到很早 牛津也有 什麼 Osford Osford 那個還好 其實 跟著 還不知道 哪裏 中國 當然已經說 差不多 大家 拭目以待 但你問我 疫苗股 不是不搏 但很難搏 這些很搏 這些可以 研究一下 但指示位暫停完 看看 是否最近出業績 223.864 可以嗎 都可以 用美的 對 再答 最後一條 GDX 都是金 金 都是那樣 金是OK的 金礦股 我想拿金 比拿金礦股好 現在說的 都是大家害怕 還有資金反難的情況 我想拿金會比較好 今天節目就到這裡 下星期檔時間再見 拜拜